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來到聽話樣時代 我是尚古先生 在我旁邊的這位是尚古小姐 大家好我是尚古小姐 尚古先生你今天 為什麼這麼中國風啊 你在演戲穿樂劇嗎 哈!文明的發展脈絡 除了透過文字的流傳之外 你覺得還可以透過什麼來流傳呢 呃我覺得 手機啊或是 照相語音的功能都可以 沒錯這些都是好的媒介 尤其我想說的就是 可以透過藝術品尤其是 繪畫作品是對當代社會 也很有詳實的紀錄 從作品中我們可以還原 當代人們的生活景象 你聽過清明上河圖嗎 有啊非常的有名 不過我想要介紹的就是 中國畫的特色 中國畫?中國畫是 國畫嗎? 嘿中國畫會吸引你的 讓你停下來欣賞的 你覺得會是什麼的? 呃我覺得中國人很厲害 用一個墨就可以把眼前的 或是心裡想像的東西畫出來 欸尚古小姐 你說到重點的那就是墨色 上次我聽專業經理人在說 墨有古韻 要用的好就是功夫了 來看看無定服的這一服 下山如醉 用墨就用的很有層次 嗯...是欸 完全利用墨的深淺啊 就把這下山如醉 畫得如此的靈動 然後它線條上也非常非常的灑脫 善武小姐好眼力 除了墨運以外 你覺得這服你還看到什麼呢? 嗯...空白嗎? 是啊 那就是留白 從作品裡我們可以感受到 空靈虛靜的心 身解大自然無言之美 也透過生命的根源 在萬象自在的脈絡裡 當然這就是我的解讀 留白就是留給觀眾自在想像的空間 感動就在這裡了 嗯...很深奧欸 但我真的覺得中國書畫 真的太有意境了 很有意思對吧? 嗯...接下來我們有個小單元 就是要來聽聽藝術經理人Amy 給大家的藝術投資小提點 請看 你警戒不好 當然要買名家 我們在買畫 不管你怎麼買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買對的 不管怎麼買 你買...你不見得要發名家 但是你最起碼要小名家嘛 反正就是要名家嘛 它所謂的名家就是說 它活動力很強 它展覽的活動力 這個公益活動啊 展覽啊 出版啊 它完全全新在這個創作 它藝術能量很夠 買就是要買畫家的 少要好一點的作品 那大張買不起買小張 然後看你的預算 是要量力而為啦 你本來是要買這些衣服啊 買什麼少穿一件就好了 然後又可以買原裝 又可以支持一個藝術家 所以買藝術品當然要買名家 聽完了專家的見解 希望對於大家的投資能有所幫助 大家要記得名家 是的 那今天的節目我們就到這裡了 希望視頻前面的朋友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來幫我們按個讚 當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意見傳達給我們 讓我們更加進步了 我是尚古先生 我是尚古小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